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上一段談到了 哇 我們的打工打人 真的是不簡單 什麼都可以做 而且呢 感覺什麼 他都有學到一點東西 不只是賺到錢 那徐晨 我就有一個問題了 那你每天時間都在打工 你有時間念書嗎 其實我對時間上的管理 是非常有規劃的 也就是說 本業一定要顧 因為身為一個大學生 你受了高等教育 一定要讓這有所回饋 所以我一到五 就是非常認真的念書 然後一到五盡量不兼拆 也不打工 然後把我的六日 排得非常滿 就是說人家六日 是去休閒或是郊遊 那我就把六日拿來做 我喜歡做的事 也就是Baking Money 所以賺錢是你的興趣 對不對 對 是 沒錯 對 那這樣子 你會不會壓縮到很多 這個自己跟這個大學 社交跟朋友之間的相處呢 我想這一定是有影響的 因為別人 禮拜六要出遊 可能兩天一夜 那他去玩 他會花五千塊 那我不去玩 我賺五千塊 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這一來一回就差一萬塊 真的喔 所以說我覺得 那我還是去做一些 不同的經驗上的涉獵這樣 對 所以靜雲姐 其實不同想法 有的人會覺得說 大學我就盡量去玩嘛 對不對 因為這個以後工作之後很難有時間 可是大家想法就不同 嗯 沒錯沒錯 有點那個 得巴菲特的症狀 巴菲特人家小學就會賺錢 對不對 滿腦子都是錢 其實我也回想自己的大學生活 我覺得這個徐承恩滿可愛的 因為以前我記得我的同學也是去玩 我還記得我們不是上彈國嗎 他們就直接都殺到歐洲去玩 對不對 三個月 我就把那個錢 等於是說我沒有花那十萬塊錢 我甚至還自己打工 就是寒暑假拼命的做家教 我記得我家教那時候還教小朋友 譬如說彈鋼琴 是 一樣要謝謝我的父母 讓我學鋼琴 教小朋友彈鋼琴 教小朋友譬如說半讀 小學生 那因為大學生 那其實有時候這種靜態的工作 我們講CP值其實也不低啦 因為至少不費什麼力氣 因為我們女生不可能去扛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想想 對 我後來畢業之後 我記得也快存了快一百萬 就是我大學畢業 加上之前的一些壓稅錢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徐承恩講就覺得 好像白頭公女話當言 讓我回憶這種錢 但是我就覺得說 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所有任何電視前面的年輕人 就是說時間分配 真的管理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一定要把自己身體顧好 你不要說打工打到 對不對 把身體搞壞 晚上不睡覺 又要看什麼工 你比如說你夜店打工 這個當然就會影響到你的睡眠 還有你的課業 像之前我們看也有些部落客 為了維護你的部落格 一天十幾個小時 比如半夜 都要掛在網路上 都沒時間看書了 對 都沒有時間看書 我是覺得說這樣也不對 所以我覺得徐承恩的觀念 我覺得觀念跟他的做法 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對 而且徐承恩 你成績好到 還可以拿獎學金付學費 對 其實這也是感謝學校 因為學校我是念原字電機 我是念理工科 其實理工科會有一些 一些獎學金的制度 會讓你有辦法說 幫助你在學費上面 不會說那麼 好像很辛苦這樣子 對不對 當然成績要拿出來 不然他也不好意思給你這麼豐厚的獎學金 所以我成績要有一定的水準 對 所以你就可以用你的獎學金 cover你的學費 然後另外你的兼差就是存到口袋裡面 這樣感覺還挺不錯的 那麼接下來就要請學生跟我們分享 你這個大學每年的存款 我覺得看得很神奇 來看大一大二 一個月可以賺到一萬八 然後一個月可以存到一萬塊錢 對 因為其實學生 我覺得我的開銷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多 因為比如說一般同學他的大開銷 像是手機 那我手機就是用最低的費率 這樣子 這個開銷就扣掉 那所以說一萬八 然後存一萬我覺得是蠻正常的 真的 你覺得蠻正常的 然後大三大四可以賺到三四萬 為什麼 因為時間比較多是不是 第一個當然相對的 你的時間空檔會較多 可以安排比較多東西 再來就是 因為我的教學程度跟能力已經提升了 所以說 可以拿比較高的配這樣子 對 相對的配也比較高 口耳相傳 有一個徐老師教得很好 你知道嗎 挺不錯的 然後畢業後一年 你一個月賺七萬塊啊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我白天有找一份比較 有點像正職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晚上一樣有去兼裁這樣子 那這樣子白天晚上都做的時候 當然是薪水層就可以提高 對 但是相對的 我比如說我可能七八點開始工作 我都是十點 十一點結束 那這樣子燒一天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辛苦的賺錢 不過呢 這個你剛剛提到說 其實可以存到這第一桶金 就是要開圓 然後也要截流 你在截流這一塊 其實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其實過得很省耶 對 事實上 事實上 對 因為私音住行育樂啦 應該這樣講 那因為我是學生的身分 而且 而且因為家裡有給我很大的支援 就是說 我住 我住在家裡 那當然所以我這樣算下來 我只有吃東西的花費算是蠻高 還有就是因為我到處跑點 對 我到處要去跑打工 跑家教 交通費對不對 交通費 對 所以郵費才會 大家看到這個數目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學生怎麼會油費花到三千塊 其實因為我可能一個月 大概要騎兩千公里的里程數 用摩托車這樣子 所以機油可能就要換兩罐 對 這是你賺錢的成本對不對 沒錯 那你機油 據說你最宣的是機油 你自己去批來的啊 對 因為其實 因為那時候機油換的頻率有點高啊 那如果這樣每次換下來 我覺得這個cost其實蠻傷 所以我就想說 而且因為我常常騎的話 我想要把機油的品質換好一點 那又更貴了 所以說剛好機車店老闆其實對我也不錯 來個配合之下 我又有一點點技術 所以就自己換機油的動作 那你可以隨便幫人家換 然後再賺一筆這樣嗎 其實我也會幫爸媽換機油 然後你會跟他收錢嗎 我不會 因為這是孝道的表現 孝道的表現 對 所以你一個月就是八千塊錢打死這樣 所以你其他賺的就通通可以存下來 對 對 主要我覺得節儉啦 因為有減入攝益 有攝入減難 那從小爸爸就這樣跟我說 所以我就盡量節儉 對 這是徐老師的經驗 那我們的趙老師咧 趙老師你當初 這個你的第一桶金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還想著到當年第一桶金什麼時候存到 存到的時候是不是也是 記得 開心的跳起來 人家剛才那個石油句子都說 對 賺多少不記得 但是賺了金錢記得 因為我是更會 我剛才有沒有提過就是 當年那個年代啦 利率比較高一點 那我母親剛好是老師 那老師那時候就很 老師那個環境比較封閉 那幾個老師喜歡湊一湊 然後買房子 老師很喜歡買房子 然後那就想 欸 好多老師 年輕老師要這個結婚到買房子 然後我媽說反正你就去湊一咖 然後我媽呢 一湊呢 湊三個 我才賺2萬多塊錢 把我湊三個一個會1萬耶 就超過我的薪水了 雖然我住家裡 問題是那我不要吃喝啊 我還是要出門 還是要買點早餐什麼的啊 中餐啊 你說晚餐在家吃 所以我就只好不得不兼差 所以我記得我在當記者的頭兩年 我都還有在當家教 就是我原來大學畢業的那個家教有沒有 後來那個媽媽 對 媽媽還蠻喜歡我的 就說啊就繼續下去 因為小孩 小學畢業要進國中了嘛 國中畢業要進高中嘛 那因為小女孩子 就是說跟姊姊有感情 那我就好好好 我就繼續陪她下去 所以我就一直陪伴一個小女生 就是跟著她一起長大 就是一直當她的家教 就一直在週末 就是說只要有休假 記者有休假的時候 我都去 知道她一些功課 所以我就硬把薪水湊到差不多3萬多4萬 對 已經多賺個1萬塊錢 對 所以才能付那3萬塊的匯錢 那我跟著匯是3年的匯 所以差不多也是不到4年的時間 因為3個匯一個會36萬嘛 3個多萬 所以差不多飆下來是快100萬 所以你拿到那個現金的時候 對 因為我跟陸陸續續飆 那時候因為我也認識我先生啦 就是我的這個男朋友 未婚夫啦 那時候我們倆就 因為他自己也有一個100萬 因為他也就業一段時間 那我們倆就決定說 既然各有個100萬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拿去買房子 就直接就紮在房子上面的頭期盤 真的好聰明喔 對 就是那個時候也是 也是我覺得 我母親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像我看到許承家 還蠻聽媽媽的話 有沒有 其實真的啦 要聽媽媽的話 要聽 要聽周杰倫那首歌 要聽媽媽的話 媽媽 因為媽媽 畢竟也是苦過來的 所以她覺得說 有土私有財啊 既然有一筆錢 你不知道要幹什麼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行情也不好 所以股市好像 我記得也是2000年左右 就是這樣跌下去 所以她就說你去買 拿去買房子 那房地產相對還算低一點 是 所以你的很快的 你的100萬 加你老公的100萬 就會滾成好多好多的100萬 對 現在是 但我們講房地產價值 現在是好幾千萬了 不是100萬了 所以你看看多好 就是你要有那個母錢 才有辦法去滾嘛 對 尤其是100萬 為什麼用100萬 100萬其實在那個年代 真的是可以買房子 現在老實說啦 可能是少一點點 但我覺得如果說 你能夠多展一點 或是說加另外一個人的力量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但不是代表市區 我們上次在講說 可能你去郊區啦 或是外縣市 小坪數一點點房子 其實都還是有機會 有可能 甚至於說 出國讀書年輕人 其實100萬 足夠出國念個兩年書 投資自己 像他這樣有100萬 我覺得出國見識市面 其實等於是 剩個機會出國玩 順便一次玩 點讀書有沒有 一次搞定 對不對 這樣也是達到目的 對不對 對 那學成呢 你剛剛提到說 你其實在存的過程當中 在累積財富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就已經開始去做一些 理財的運用對不對 當然啦 其實因為 我們理財有很多種方式 跟途徑 那我當然定存佔一部分 然後買基金 然後買一兩張那種股票 試試水溫 因為其實股票市場 水溫非常的大 那就可能會尋找一些比較 大的廠啊 或是比較安全的股票 來試試看這樣子 真的喔 所以你花了多少錢 去試試看 現在你知道股市很不好 你知道 大概 你的一百萬有沒有變少 對 當然那個股市是波動的啦 對 所以說 所以聽起來想必有變少 對 帳上啦 帳上變少一點 對 沒賣就不算 沒賣不算 沒賣不算 然後凹到底 所以呢 其實你的一百萬 你現在已經開始有做一些 理財的規劃 對 其實 因為這一塊我也沒有這麼專業 那我覺得其實 剛剛趙姐提到 非常真的 就是說我是 父母啦 父母有非常多人生經驗 跟 跟 就是吃過苦這樣 所以其實我的金額 很大部分是交給爸媽 去做一些投資 這樣去規劃 那這樣子我心裡也比較安心 而且 我沒有無後顧 自由地去努力工作 是 那當初 我們現在剛剛看 我們這個開宗明告訴大家說 其實它平均下來 好像是四年多 存到第一桶金一百萬 但是平均值嘛 現在大家說 二十二K啊 或是剛出社會兩萬多塊錢 然後如果自己還要租房子 一些不像你很好 住在家裡的話 其實你那個時間 可能要拉得更長 學生你自己花了幾年時間 存到你的第一桶金 其實大概在平均值 大概三到四年 三四年 但是你很拼命的打工 只是說因為 相對賺到這個錢的時候 我年紀比較輕 所以說好像 滿厲害的 當然我在做這些打工 也犧牲很多時間啦 這是大家所看不到的 好像看到你就 你已經有一百萬 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我可能 犧牲很多人際關係啊 或是很多同學去交友的照片 其實裡面並沒有我 真的嗎 因為沒有參加到 但是你自己覺得值不值得 OK 可以 就是人生選擇囉 對 人生的選擇 對 對 那靜雯姐呢 那如果說 要怎麼樣達到那個平衡啊 就是如果是一個大學生 那像學成是 他把時間花在課業上 然後把週末時間花在打工上 那可能自己現在談起來說 同學出去玩照片 可能沒有我 那我們怎麼達到那個平衡呢 或者是把時間拉長 讓自己也可以存到第一桶金 然後也不會 喪失掉那麼多 跟朋友 這個在一塊的時間 當然我是覺得 徐晨那個年輕不要留白 偶爾出去玩一玩 也無妨交交女朋友嘛 對不對 因為太那麼年輕 其實我覺得可以 做一種有計畫的儲蓄 我們講說 所謂的收入 減去儲蓄等於支出 沒有錯 兩萬可能緊了一點 但是你也許降低標準到一萬 就至少你存下一萬 或是五千都好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分配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信封理財 你可以做一些規劃 這一份是存錢 這一份我可能留在做娛樂 這一份可能拿來付學費 或是付我的手機 或其他的雜資 對不對 就是計畫儲蓄 那你存下來的部分 你可以做什麼 譬如說現在也有零存整付啦 譬如說有一些這個網路跟會啦 就是說也有一些方式 可以讓你這份錢怎麼樣 稍微利息 網路也可以跟會 有有些網路跟會 那你怎麼知道你跟誰跟會 因為銀行做莊啊 就主要是有什麼是銀行做擔保 但你會付一點手續費 是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理財工具 也就是說 你可以多賺一點點利息 像他利息就會比現在的定存 再高一點 譬如說有個3% 5%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再尋求高一點點 我們講利率型的一些工具 比如說不要死存的話 但利息現在非常低 定存就1%多 像剛剛用定存 那基金跟股票風險太高 對 所以你還是可以找一些些比較利率 比如說儲蓄險 他可能有個2% 3% 2%多左右 那這個可以讓你的原來的死錢 能夠稍稍利息 能夠增加一點 能夠滾大一點點 我們講讓錢盡量漲大一點 我覺得也是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想計畫性的 做一個儲蓄 你就算2% 我們用七二法則對不對 你存到100萬 就算原來這個12嘛 初一二36年 就是就算要花36年得到100萬 但是你還是得去做他呀 對 所以就是看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但聰明的方式就是 你要先存一點錢 然後再慢慢的去把它滾出來嘛 那最後一點時間 徐老師 那你現在下一個目標呢 你要存到多少 那當然就是 錢就是盡量存啦 我覺得 主要我覺得是節儉的這種態度 要維持下去 對 因為其實 外物 生活上 你看3C產品 什麼營養滿目 用貨很多對不對 要能夠克制這個欲望 然後把錢存下來 這才是最難的事情 對 希望一些人都能夠做到這樣 對 好 那麼今天就非常謝謝徐柴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哇 很不容易喔 就年紀輕輕 可以乘到第一桶金 然後現在就已經可以去嘗試著理財 很棒喔 那麼今天也非常謝謝靜語姐 來跟我們分享 同時呢 也要謝謝大家的收看 復興向前衝 我們一起來當大富翁 大家明天再見囉 拜拜 拜拜